好 同学 我们看一下 现在我们开始讲一个概念 Ods 这个Ods就是Chance 就是几率 那么在Logistic Regression这个地方呢 它用一种定义呢 它把它定义成为什么东西呢 它的Ods的定义呢 我们一般所谓的几率不太一样 它定义说 Y等于1的几率 去除以Y等于0的几率 所以这是 黄学文 赢的几率除以输的几率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绿 叫胜率 所以我们经常是 全世界的 现在全世界的运动的风气很盛 经常比 都在比胜率 赌盘在开的时候 在开一些什么胜率 胜率就是 赢的几率去除以输的几率 也就是所谓的Ods 那Logistic Regression呢 也在这个地方 就用同样的定义 去定什么 定义说呢 Y等于1的几率 去除以Y等于0的几率 除起来呢 我们把这个东西叫Ods 那一除的话 事实上我们发觉呢 它可以得到很漂亮的结果出来 你看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 Y等于1的几率是多少 是不是1的 对不对 你如果把它整理一下变成这样的 这样再来变成什么 你告诉我 父母这个地方啊 1减掉它 我们不用算了 就是这个当父母 上下的父母都一样 就可以消掉了 那父母这个地方呢 这个东西减到这里 所以父母剩下1 对吧 分子剩下变成什么 1的β0加β1x1 一次过来 叫βP乘XP 就是变成它的胜率 所以以后我们如果谈logistic regression呢 再谈Ods 谈胜率的话 你知道呢 所谓的胜率就是这个 这个叫胜率 这叫胜率 Ods 所以你告诉我 X1多少 XP多少 所有的自编数多少 你带到这个式子里头来 就是所谓的胜率 赢的几率除以输的几率 那么谈完这个以后呢 紧接下来再谈一个概念 胜率的比例 Ods Ratio Ods是Ods Ods Ratio是Ods Ratio Ods Ratio是什么意思呢 Ods 就是某一个自编数 某一个自编数的值 从0 上升到1 0的时候它的胜率是多少 变成1的时候它的胜率是多少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你发觉它是这个样子 是Beta0 Beta1 X1 BetaI XI 加E 到BetaP XP 是E的 Beta1 你看分子和分母 为的不同是什么 这个是1 1是自编数 加了1 这是0 自编数没有增加的时候 没有自编数 某一个自编数 某一个自编数 并没有增加 这个是增加1 所以你看它是百0 这百1 Ods 某一个自编数为0的时候 或者某一个自编数没有增加的时候 分子自编数 增加了一 那这两个去相除 你会发现要等于多少 会变成多少 这就等于什么 好很好 1的βi次方 因为上下两个相除 事实上是等于它的密次相减 那密次减掉这个东西 剩下βi 化繁为简变得很简单 所以Ods Ratio 所谓的剩比率 剩率的比例呢 就变得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 那这个剩比率呢 在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 是说某一个质变数 是没有太多了 稍后一开始减掉 是没有太多了 这是有太多的 是有太多的 有太多的 是有太多的 这就是没有太多的 我们以前在回归的时候 我们说 当你的线性回归 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我们发觉了 XI如果增加到 XI加1 增加一个单位 请问一下 Y会增加多少 Y增加多少 其他都没有变 某一个这边数 每增加一个单位的话 请问Y会增加多少 Beta 很简单的 对吧 它会增加Beta Beta 同样的这个问题 人们会问 在logistic regression的式子里头 某一个自变数的值 增加了一个单位 好 你看看 我某一个自变数 增加一个单位 请问会对胜率 会造成什么大的影响 胜率会增加多少倍 E的BetaI倍 这个时候不能谈几率 各位同学 你看 如果我谈几率的话 它的式子是这个 是这个 对胜率会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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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几率 这个几率如果写成这样的话 你的xi增加了一个单位 这边也是增加了一个单位 从这个四季头 你没法得出一个漂亮的 的一个很严谨的结果出来 你就是这边正在一个单位 xi变成xi加1 这边变成xi加1 跟这两个相处的话 效果看不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结果 如果纯粹谈几率的话 看不出来结果 非得要把它化成为什么东西的时候 化成为这个式子的时候 化成这个式子 是纯粹看分子 纯粹看分子就是1的 整个这样的次数方 1的整个这样次数方叫什么东西 就这个 这个叫什么 你整个来看的时候 你看不出什么东西出来 可是你如果个别只看 exponential function的时候 xi增加了一个单位 去除以没有增加之前 整个的效果是变成 1的βi倍 可是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叫什么 就是胜率 所以只能够就胜率上头去做比较 得到漂亮的结果 而无法在几率上头去做比较 得到漂亮的结果 几率上头做比较 你看这个是指有它先天的先事 下面是1加什么东西 这个很难处 很难看这个端定出来 但如果你纯粹把它换成为胜率来看的话 这就可以比较了 这就是某一个xi 增加了一个单位 会造成你胜率 产生什么变化呢 胜率会变成原来胜率的1的βi倍 所以这边这个逻辑啊 跟先前我们所讲的 单一质变数在先行回归上面 增加了一个单位以后 会对回归的效果 对你的1变数会产生多大的效果 就是βi 对你在先行回归上头 你看某一个xi增加一个单位的话 就是对y效果会增加βi倍啊 βi如果是负的 那就减少βi啊 所以在logist regression 人们问同样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纯粹就原有的几率来看 无法得到 可是你就胜率 也就是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叫胜率 在这个式子上头 确实 xi增加一个单位 胜率的比率 胜率变成是原来胜率的几倍 1的βi倍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我也可以不要只增加一个单位啦 他比如说我这边可不可以增加C个单位 一增加C个单位就变成什么 1的C层上βi次的胜率 不是只有一个单位而已啦 是吧 我增加C个单位 我变成C层上βi 所以显然这边跑出off ratio这个概念 事实上是为了要呼应啊 为了要也拥有原来线性回归的比较的好处 线性回归我们在问 βi每个βi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的质变数 每增加一个单位 会对Y这个一变数产生多大的影响的时候 就是看前面的C层βi 那在logistic regression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效应出来呢 有没有可以在某一个质变数增加一个单位 对什么东西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增加或改变呢 有 那个东西叫胜率 胜率就可以得到这样的类似的效果 所以对刚刚原来那个题目而言 同学你看看 我们那个727页最底下这个报表 15是13的报表里头 我们看到Auth Ratio 像X1 Spending这个自变数来讲的话 它的Auth Ratio是1.41 电脑帮我们算出来 Auth Ratio是1.41 那么X2的Auth Ratio是3.00 是吧 1.41跟3.00电脑可以帮我们跑没有问题 那Auth Ratio如果你要去算的话 同学你看一下730页 确实Auth Ratio 在730页中间那边 它去算Auth Ratio 对X2来讲的话呢 确实你看它算出来的Auth Ratio 就是这个3也是3.00 那么Auth Ratio是什么 用其他的自变数不变 Auth Ratio 就是X2从0变成1的时候 是吧 X1一样维持是2 那么X2从0变成1的时候 这两个笔值会变成是多少倍 所以你就看Auth S1 Auth S1是X1等于2 X2等于1 然后上下相除 那么Auth S0是X1等于2 X2等于0 算出来了Auth的结果 就是它那个胜率 是0.2315 那X2等于1的胜率是0.6946 所以6946除以0.2315的结果 变成是3倍 这个3倍就是胜率比 这胜率比就是你X2增加一个单位以后 造成你的胜率 拉高了多少倍 拉高了3倍 所以实质上我们计算可以得到3 报表上头有办法我们跑出来的结果 Auth Ratio是3 所以你得到3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是你的Auth Ratio一定都会变成3倍了 不管你其他的质变数是多少 你其他质变数只要是相等都没有关系 因为其他的质变数都会消掉 所以关键就在于呢 你在谈哪一个质变数 你谈DI个XI的这个质变数 这个XI的质变数它的值啊 一上升的C个单位 一有所变化 一定会反映在整个这个式子里 会变成1的C乘上βi 这样的结果出来 其他的东西是一致的 我们必须要控制其他东西都是同样的 所以其他条件是一样的结果之下 你那个质变数的产生变化 就会变成是1的 那个质变数的V来产生变C次 变成这样的结果 没有问题 所以这是Ratio上来看 那么有关这个Ratio呢 这个大家可以看730页 跟731页 那么我们来看报表 再回到727页 而这个Ratio的右手边那边 有一个95%confidence interval 它也给你Ratio的 Lowerbound跟Upperbound 也就是95%的信赖区间 就X1来讲 X1的Ratio 是介于1.09跟1.81之间 95%的把握 是介于这两个子之间 那确实上Ratio是1.41 确实也是落在1.09跟1.81 这个信赖区间里头 那如果就 对X2的Ratio来讲的话 就落在1.25跟7.17之间 那么Ratio的值是3 信赖区间是1.25到7.17 这两个信赖区间的值啊 很明显都没有包括1 也就是说 它的胜率比 胜率比都超过1 各位同学 胜率比超过1啊 胜率比超过1 同学你看 胜率如果是等于1 是什么意思 假设我的胜率比 这个是胜率比 胜率比如果等于1 是什么意思 胜率比等于什么意思 没有 没有增加 也就是你做白宫 你某一个质变数 增加了一个单位 看到没 增加一个单位的话 这个值啊 它仍然维持等于1 胜率比仍然维持1 没有增加 增加一个单位的结果 也是等于1 那如果增加一个单位 等于1的话 增加 再增加一个单位的 它还是1 所以如果你胜率比 大于1 那是什么意思啊 里面增加一个单位 它产生的效应 就胜过原来的 那个胜率 对不对 那就值得 你去增加这个单位 所以显然在这个地方 你发觉呢 Alleur Spending的 胜率比啊 是1.41 那这个Car X2 你有没有拥有 这个卡的胜率比是3 请问 哪一个质变数 是Alleur Spending 还是有没有卡 这两个质变数 哪一个效应比较大 哪一个效应比较大 有卡没卡 对不对 有卡没卡的这个变数 是不是胜率比是3倍 所以代表有卡没卡 对这家公司来讲 对影响消费者使用coupon 的这个比率 是不是会大 你看它是3倍啊 也就是说 你从0变成1 你从没有卡变成1 有卡 从没卡变有卡的话 这个消费者 他的胜率比 可以到达3倍 有卡所参加 真的效应是原来 没卡效应的几倍 3倍 不是说几率是3倍 而是讲的胜率比是3倍 所以Alleur Ratio越大的话 代表你这个 你这个质变数 越值得去增加它 那你现在只有1.41倍呢 代表说你增加一个 一个单位的话 好比说 Alleur Spending 从1000增加到2000 是不是增加了1000 也就是X1 是不是增加1 对不起 你胜率比只有1.41倍而已 也就是产生的效应 是有大于1 可是都还不如 从没卡的X2等于0 变成有卡的X2等于1 效应都还不如它 这样懂一是吗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你怎么解释这样的现象 一个消费者 他使用coupon来讲的话 是他每年消费比较高的人 他会使用这个卡的几率 这个效应的冲击会比较高 还是他从没有卡变成有卡 然后会变得比较愿意使用coupon 显然从这地方来看的话 每一卡变成有卡的人 他的归属感增加了 他每一次车子来那边停都免费 对不对 就是很喜欢到那边吹吹电 这个吹吹冷气啊 买买那边的那个面包啊 灌一万百货工资 一消磨就一个晚上 一个消磨就一个下午 至少消费几百块才出来 对不对 为什么他很愿意往那边跑啊 为什么 因为他有卡了 他随时随地可以开车开到那边去了 如果没有卡的话 我一开进去就要几百块停车费啊 没事我到那边干嘛 都用走路过去 用走路他想啊 那就不要去了 所以那个有卡没卡是产生的效应啊 从ask ratio这边来看 可以看出它是三倍 胜率比是原来胜率比的三倍 胜率是原来胜率的三倍 在这段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看那个up ratio 那up ratio帮我们找出它的confidence里头 是在这个里头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没问题的话呢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概念 在logistic regression里头呢 注意这个叫胜率 这个叫胜率比 这叫胜率比 这叫胜率 这叫胜率比 那么如果 也不要把它取得一的几次方 换句话说 对这个东西取对数 你得到这个结果 这个东西叫什么 这叫logit logit就好像digit那种概念 好像数位那种概念 也就是逻辑 logit 把这个概念确定把它叫做logit 那么1的logit次方 是胜率 1的某一个beta i的次方 是那个xi的质变数 增加一个单位以后 所产生的胜率比的变化 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注脚 所以这叫logit transformation 好吧 没有问题 那我们看一下七百五十三页 这一张呢 讲的是呢 model building model building的意思 那个building不是建筑物的意思 那个地方的building是指的是建模 建立你的模型 模型的建构 建立回归模型 有很多的考量 有很多的变化 这张专门谈模型的建构 建构 就叫做building 所以它不是一个名词的概念 不是建筑物的概念 model building 那么我们先看一些例子好了 看一些例子会比较容易欣赏到 它的精彩的程度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在七百五十三页 左下角那边有个十六之一的table 那个table呢 有列出了一家呢 专门在卖电子秤的公司呢 它把它十五个员工 在一年当中所卖的秤 电子秤 秤叫scale scale 电子秤 电子秤移步很贵的 那么员工呢 专门在推销电子秤的话呢 员工也必须要在公司 有一定的年资 有资历 他也比较容易推销的出去 那么他到底卖了多少呢 他卖了秤的个数 跟他的员工在公司的服务的年资 是不是有比 有关联 同学你看一下 他比如说第一个员工在公司有四十一个月 那么他卖了多少只啊 275只 那么 如果是第二个员工 一百零六个月 一百零六个月是几年啊 不到九年吧 他卖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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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过卖296而已 那你第三个员工76个月 76个月是几年啊 六年多 对不对 六年多的人卖多少 卖317只啊 所以啊 你把呢 这边一共15个员工啊 他所有的年资以及他的业绩 你把它画成为回归的散布图 大家看一下754页 这个散布图 161这个图里头 他们画出这样的图形出来 同学你看 所以我 为什么跟你讲散布图很重要 得到这样的结果出来 这个图啊 你如果呢 这样看的话呢 你把它画 你怕一个线性回归 大概不会太差了啊 R2应该不会太差 可是你总觉得有一点怪 为什么这个地方呢 它有一个这样的下垂 有一个下摆的这样的一个姿势 代表说 它好像不全然是一个线性的回归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留下了一些移斗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移斗呢 754页的底下 那16-2的这个报表呢 显示出果然 你看它的R2并没有那么高 78.1而已 虽然F的 减定的值也都很高 T减定也都没有问题 PV都是小于0 就是等于0 那么 所以很显然 这些 这个自变数也好 或者整个模型都是正常 都是有效的 那么它的模型是16-2的那个模型 就是只抓X1 X1就是年支月份数 你有几个月在公司服务 16-2那个是它的模型架构 可是当我在进一步去跑它的残像分析的时候 我们发觉它的残像分析像755页上方 16-3那个表 那个图 大家看一下那个图 呈现出了一种画中有画 你看那755页那个图 呈现出这样的形状出来 所以它并没有像一个带状的 它也透露出一种好像向下弯的一样的情形出来 那你看看它这边呢 你看它这边 比值呢 你看你发觉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值啊 都是呈现出往下 这边往下移动代表它的这个EI的值都是负的 而且越来越大的情形 所以似乎透露出啊 这个地方有产生问题啊 这个地方你如果用一条直线穿过去的话 显然啊 它会呈现出啊 在这个地方一下呢 它会向下压的一种情形出来 所以 怎么样的情形来修正它会比较好呢 这就是华语说呢 我们是不是呢 模型不要 不要只放 不要只放一次 因为这边像看起来像是抛物线 抛物线的话它应该是二次的 所以它多了这一项出来 那这就是一元二次 抛物线 OK 那 它就把它叫什么 叫Second Order Second Order Linear Model 二次 原来这种模型叫First Order 一阶的 这边这边的二阶 所以你之所以决定要加一个X1平方下去的话呢 纯粹是因为从这两个图上所所产生的灵感 你看这边也向下锤 这边也是这样的向下锤 所以我干脆加一个二阶下去 可是这个二阶的这个 致变数啊 平方这一项加进去以后 会不会破除所谓的线性回归这种概念 会不会违反线性的概念 显然它不是线性啊 对不对 你这变的是抛物线它怎么还是线性呢 线性我们不是说了吗 应该是什么 Linear Combination的一种形式 所谓线性应该是A0加A1乘以X1加A2X2 一直到ANXN 就是每一个变数前面乘上一个系数 然后相加 这边呢 不可以有平方 不可以有三次方 通通都是一次方 一元一次 或是N元一次 这边显然是一元二次 是吧 违反一元一次的精神 所以看起来不像是线性 可是这里头呢 稍微变化一下 同学们我们把它变成什么 我们把它变成 Z1 Z2 也就是说 我界定Z1和X1 Z2是X1的平方 我还现在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线性的格局 我只是引进一个新的识别数 我的新的识别数 就把它界定为X1的平方 名字 名字就取名叫Z2 把原来的X1取名 另取一个名字叫Z1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我只改个名字而已啊 它仍然回复着线性的格局啊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一章呢 特别介绍一个概念 叫做 General 叫 General Lineum 这个叫做广义的 广义线性 不是一种狭义的线性 是广义的线性 也就是说我可以把它做一些变化 我在它的自变数的设定上头做的一些变化 就可以回复它线性的风貌 凡是可以这样做到的 包括日后你会发觉呢 如果像有这样的模型的话呢 像这样的模型 看起来是非线性嘛 对不对 可是我跟你讲 我左右两边把它take logarithm的画来 这边 logarithm变成什么 log beta0加什么 加x1乘以log的beta1 我把它取对数 然后令之为beta0' beta1'乘上x1 这边变成y' 来 你看 又回复到线性的格局里头来 看到呗 所以 形式上看起来好像非线性 事实上 我可以透过某一种操作 还是一样可以回复到它 线性的格局 只要能够这样做到了 通通归类于广义线性的架构里头 通通交到广义线性 ok 好 所以呢 虽然我们这个题目呢 加了一个x1平方进去 可是呢 我们了解 你只要把x1平方 另取一个名字叫z2的话 它仍然还是线性 你一样可以把它交给mini type回归里头 那么 这一跑跑做的结果 同学看是756月最上面的这个报表 16之4的报表 发觉它的r2增加到90.2% 它是要升到90% 从原来78要升到90% 那 同学你看它的f值更好 55.36了 p-value一样非常小 那上方的有关T检定呢 来看它的p-value也都是 除了constant 那个0.07 会比0.05还大以外的 其他另外两个自变数的p-value 都是比0.05还小的 所以T检定也都没有问题 F检定没有问题 R2是90.2 都没有问题 看起来加了一个x1平方下去以后 大大改善了模型的这个适切度 那再来看呢 我们这个残余相分析 同学看一下16-15那个残余相分析 跟16-3 这两个残余相分析的模型一比 发觉如何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改善 改善的如何 是吧 至少它不会形成一种 好像有规律的向下弯的 像月亮弯弯 那样的一种形式出来 它至少有一点回复到 那个带状的概念出来 所以 确实呢 这个 这个改善改善很多 至于 是不是百分之百 适用 是不是有 还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 这个是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暂时 先不管 因为呢 你如果花了那么多时间下去 你是改善一点点 其实不如呢 你就加了一项 X1平方下去 得到这么显著的改善 到这边来讲的话 就OK了 你得到了百分之九十 你加了一个简单的X1平方下去 不只在R2增加 也让你的残余相分析大大改善了 OK了 可以了 就模型的建构呢 并不是说要你尽善尽美 模型建构它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去让你的模型 可以得到我们Acceptable Satisfying 可以满意的这样的结果出来 其实也就可以了 所以对这个例子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例子 756月底下 那么有一个Interaction Interaction是联动 是互动 原来自变数之间 可以有某一种联动性的 X1 X2 这两个东西可以有联动 所以联动并不是说 它有相关这种概念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像我们在Modicorinearity那种概念 不是那个意思 Modicorinearity是说 两个质变数之间有 有什么 有相关 相关系数高达0.7 绝对是以上的话 那么就 我们会产生Modicorinearity 这边所谓的Interaction 不是这种意思 而是说呢 它比如说 X1 是定价 X2 广告费用 广告费用 广告费用跟定价 这两个东西 并没有什么相关啊 并没有说我定价越高 我的广告费用就越高 我定价越低 广告费用就越低 也并没有说 我定价越低 所以广告费要越高 定价越高 所以我不需要做广告 所以广告费用越低 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 这纯粹是你经理人 决定要不要多花钱去做广告 你也可以说我定价很高 然后我广告花很多的钱 像Samsung 像Apple 定价很高啊 可是这样大力的在推广告 那我们HTC说不定定价啊 定价比较低 那想定价比较低 大概就不太需要做广告 行销费用就比较低 可是人家一样的定价低 他一样大力去做广告 所以说完全是你经理人的一个决策 并没有内在的这样的相关性 好 现在这个例子要说什么 定价跟广告费用 这两个质变数 所以互相产生一种联动 它不是相关性 相关性是我刚刚所讲的 multi-coroniality那种概念 这边所谓的联动是说 两个东西它会一起作用 好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好了 同学你看 757页最上方 16页那个报表 这家公司是做personal care 就是个人保养品 个人保养品呢 是一罐乳液 是一罐什么面膜啦 一块面膜 不是一罐面膜 还有什么 洗发精啦 什么乳液啦 还有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啊 问我太太就知道啊 OK 那这些个人保养品的单价 如果是两块美金的话 各位同学 它的广告费用是五万 对不对 五十个千嘛 Sales是多少 四百七十八个千 Sales是什么 营收 现在同学你看 如果我的单价是两块五 然后广告费用是抓五万的话呢 呃 诶 你看我的营收 减少了 看到没有 三百七十三 那如果是三块钱呢 营收更少了 同样花五万块去做广告 我的价位 越高的话 我的营收的效果 对啊 变不好 还有其他的各种状况 所以他列了好多种状况 结果呢 我们产生说呢 底下呢 十六十三那个报表 十六十三这个表里头 告诉我们说 你如果是两块钱 单价两块钱的保养品的话呢 如果你的广告费用从五万 变成十万 你的营收会从四百六十一个千 增加到八百零八个千 八百零八个千是八十万八千 四百六十一个千是四十六万一千 这样知道意思吗 英文上头有个千的概念 多少个千 所以 八百零八减四百六十一 增加多少 增加多少 三百四十七 个千 对不对 这个是在价位多少的时候 是不是价位两千 价位多少 价位两块钱的时候 对不对 现在我如果价位变成两块五 就是同样一贯保养品 我变成两块半的时候 我广告费用从五万增加到十万 请问一下我的营收效果 只是从三十六万四千增加到六十四万六千 只是增加多少 十八万两千 十八万两千 是不是增加十八万两千 二十八万两千 二十八万两千 谢谢 三块钱的时候呢 我的广告费用的提升五万块 只是增加多少效果 四万三而已 你看到没有 它增加的那个幅度啊 绝对没有在像原来两块钱定价 在比较低价的时候呢 广告费用一投进去以后 马上就可以很快 瞬间可以拉高 你的价位越高的话 你广告所产生的效果 就不如以前了 好你来看呢 七百八十八月这么十六支六的这个图啊 没告诉你 你看两块钱的时候 一增加可以拉高很大 两块半的时候 增加的效果就不不大了 三块钱的时候增加效果最少了 所以显然你发觉 这这这这应该怎么解释 这应该怎么说 如果你广告费用所产生对于促进营销的结果的话 不是你单独广告费用所决定的 对不对 还有哪个东西会决定你的营收 定价 而定价呢 那也不是单独定价去决定你的营收 所以你看你的Y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X1在这个地方 X1定义什么 是不是价位 Price 那X2是什么 广告费用 所以我的营收啊 是有受到价位的影响 直接影响到 我也会直接呢 广告费用越多的话 其他东西都不管 广告费用增加的话呢 也会直接影响到营收 单独的质变数都影响到他 但是有一个 观察到刚刚那个现象的发觉 你的广告费用对于营收所产生的影响 不是自己决定的 也不是单独你价位多少就可以影响到你的营收多少 还有一个影响是什么影响 所以把这样的一个两个一起 两个一起 两个一起 作用 所以你看到它相乘机啊 相乘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相乘的意思是 X1是有多少 还得要乘上 还得要看你的X数多少 这两个像 像阮生兄弟一样 两个是一个什么 一起作用的一个 的一个东西 不是单独作用而已 两个一起作用 它如果是1 它如果是2 它如果是2 它如果是6 这2乘以6 不是只有单独2倍 是2再乘上6 是12倍 是看看别人 你两个东西一起 联动作用所产生的效果 那为什么会有多这个东西出来呢 就是因为刚刚的观察 你的价位如果是2块钱的时候 同样多增加5万块的广告费用 造成的效果很高 2块半的时候就不如原来那么高 3块钱的时候效果非常低 所以明显发觉啊 广告费用配合这个定价 两个联动 两个一起作用 有这样一个联动的效应 这个 这个一起作用的效应呢 在这地方把它放进去 可能会对模型会很好 结果呢 你来看它一起把它放进去以后 759页 16是6那个模型 告诉我们呢 Z3 就是界定为X1乘以X2 那三个自变数呢 放进去 跑菜的结果 像最下方的16是7 你看 R2高达97.8 然后P-Value呢 三个 你的F 先看F整个模型P-Value非常低 那个别的D减定的P-Value也都非常低 整个模型非常漂亮 很漂亮啊 我们感觉非常欣慰啊 那意思是说什么 意思是这个模型相当好 你不相信 你不相信把Z3把它拿掉 你只跑Z1跟Z2 你的R2看看有没有70 绝对可能连70都没有 你的个别你认为价位会影响它 不考虑其他的 个别看广告费用会影响它 不考虑其他的 你如果是考虑单独的两个的作用 而不考虑其他的联动作用的话 你R2绝对不高 那现在你加了一个联动的效果下去 发觉两个东西会一起去作用 所以所谓的Interaction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Interaction在这地方呢 这个把它叫做Interaction Interaction在我们中文呢 直接翻译它叫互动 在这个地方呢 互动啊 还不足以显示它真正的精神 它的精神应该叫什么 叫一起 一起作用 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作用而已 也不是只有另外一个作用而已 这两个一起做一个partner 成为一个team 这个team的效应 这个相成绩的效应 一起对于营收造成作用 这叫Interaction 加了这个下去以后 造成它增加非常大 OK 这个题目是谈的精神 下个休息